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疫情严峻的香港 现在750万港人当中有660万人可以拿到 港币1万块钱的电子消费券 这么大的后康 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 香港对于已经防疫失去信心的人民 要花多大的力量来挽回民心 香港今天在天将近9000例确诊 数字是8798例 而不幸的是一天之内丧命的有50人 香港马上在下个礼拜开始准备强制全民检测 那么如果750万人都检测的话 预估会揪出15万人确诊 由于港府是配合北京中央以清零为唯一目标 因此勾集到确诊的人全部都要管理 如果15万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确诊出来 那么请问香港要有多大的一个空间 来分别隔离这15万人 香港现在已经有建商愿意提供土地盖临时医院 也会有北京中央去盖的方舱医院 但这些空间都不足以容纳15万人的确诊隔离 港府总之先安抚民心 拿出了1700亿港币 那么要发给这些人1万港币的电子消费券 那么今天开始香港实施疫苗通行证措施 那么这当然对于民众来讲会有些明悦 但疫情这么严重 进入餐厅如果没有拿出已经注射至少一针的通行证 绝对进不去 厨师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有没有打过疫苗 香港24号起正式实施疫苗通行证 想进餐厅吃饭至少得打过一针新冠疫苗 没打疫苗 抱歉 禁止进入 至于商场 百货公司 超市等场所属于被动查核 不屈扫码主动提供接种证明 港府称会有执法人员随机查核 但果然就有市民连记录轨迹的安心出行都直接掠过 这波收紧的防疫规定 港府已经决定要延长到4月20号 除了疫苗通行中外 包括户外也必须戴口罩 即便运动也不例外 但实际情况仍有人跑步摘下口罩露出口鼻 强硬的防疫政策存在适应问题 香港疫情危机 24号单日在天8798例确诊 50人死亡港府采取极端手段防疫 3月要强制全民检测 但现阶段医疗就已崩溃 香港届时该如何收治大量需要治疗隔离的患者 专家估算这次大规模筛减可能揪出15万确诊 就算已经有地产商愿意出借土地 兴建临时医院 加上大陆资源搭建的4间方舱医院 但隔离设施远远不够 港府如果没先做好资源分配 只会引来更大名愿 当然不可以了 用脑子想一下 基本上就 一定与細菌病毒共存 全世界都知道 得以香港政府就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是看大陆做事 如果香港仍然需要抑制净疫情 然后不能够成功 香港会变成一个岸 因为基本上会被削除世界 包括中国 舆论认为追求心灵 付出的经济成本过大 而为了减缓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港府继续动用预算 提出1700亿港币的逆周期纾困措施 其中最快4月要对18岁以上 约660万港人 每人发1万港币电子消费券 要撑过这波疫情的 不只是香港本地 大陆也深受威胁 23号大陆通报 有115例来自香港确诊 广东就占了七成最多 其次是上海有29例 上海边监总站 调配了虹桥浦江 上海铁路等边监站 200余名警力 增援浦东机场口岸 上海浦东机场因此扩增 简易人寿 并加强自香港抵护班机察验 只不过大陆近期的本土疫情 也让人忧心 多点散发扩散 疫区包括内蒙古 辽宁 广东等地 连湖北武汉 也再度出现本土疫情 这些感染者都是 遗管 密集接受者 常规核散检测中发现的 其中起立 为此前通报的 培训班学员 武汉这起疫情 与一场直销培训班活动 有关 当地已迅速完成 七十多万人检测 并对全市校园 进行封闭管理 尽校外人士进入 追求疫情清零的大陆 却始终无法摆脱 病毒入侵 TVBS新闻综合报道